本期视频由饭到原创制作 现在的北京城多的是高楼大厦和金碧辉煌装修高档的饭店酒店 但是记忆里的好 但是记忆里的好些味道 却只有在一些弯弯绕绕的胡同巷子里才能吃到 穿过向尔胡同来到这个只有九张桌子的小店 曾经九十年代在古楼最有名气的大排档 虽然后来搬了家 但是很多老顾客仍然放不下这口味道 走进店里放眼望去都是人 好不容易有了一张空位 迫不及待的坐下点上菜 肚子早已咕咕叫 就坐等上菜了 菜还未蹲上桌早已闻到香味 果然是不负这十几年顾客的老扣杯 红烧肉炖豆泡 特色的北京菜炖的香浓软糯的红烧肉 粘稠的豆泡汤汁 加上爽脆的白菜叶吸干了肉的油腻 一锅浓汤怎么都吃不腻 暴肚 老北京菜都少掉的经典配菜 筋道的暴肚 裹上万浓的麻酱 酱汁的厚重并没有掩盖暴肚的脆韧 反而也有一番滋味 炸松肉 这个炸松肉和四川的酥肉很像 不同于酥肉裹面粉 酥肉裹的是土豆泥 炸透后里面的鲜嫩肉馅 或者香浓的土豆泥外壳 酥脆金黄 焦香诱人 焦溜丸子 嫩滑的丸子裹上浓稠的酱汁 不会很腻 口感恰到好处 外配上几口爽口的北冰羊 简直爽干 老北京烫饭 这个其实就是小时候的剩米饭 舍不得扔 然后获着剩菜一同煮 米饭饱锡菜汤 香浓可口 鲜肉筋可不是剩菜剩饭了 用的都是食令蔬菜 吃的也是一种情怀 这里的各色菜品 虽然没有高档酒楼那般精致 但是这种儿时的味觉 却是装潢高大的酒店里没有的 也得谢谢这些藏在胡同巷子里的苍蝇馆子 让吃惯蒸羞的我们在闲暇时 还能稍稍回味到儿时的情怀